大家好 這個Video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Calvo SoC內建兩個Software常用的Function 那分別是Counter Timer 與UR 接下來的投影片就來介紹他們的運作原理與操作方式 那目前的介紹會是以Calvo SoC的Design 來做說明 第一個是Counter Timer 在這裡 Counter Timer是實作成是一個Countdown的Timer 初始值設定後 啟動Timer 在每個Clark後 Counter就會-1 那它的Reference Clock是採用Calc 因此可以計算出 每一次Count的技術時間單位 也就是Calc的頻率的導數 就是它每一個Tick的時間 那Counter Timer 支援三種不同的使用模式 第一個是Polling Software可以來直接觀察 目前的Value 或者是Status 來判斷Counter的執行結果 那第二個是O-1-Shot 那這個模式是會將初始值設定到Regis之後 那開始倒數 一直到0 然後就結束這個模式 那第三個是Periodic 與One-Shot不同的是 當初始值開始計數 逐一递減到0的時候 會再reload初始值 重新再進行Countdown的動作 那一直重複這整個過程 因此我們可以根據應用場景的不同 來選擇適當的模式來進行操作 舉例來說 如果你需要是一次性的技術 一段時間來做事情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用One-Shot 那如果你想要週期性的時間間隔來提醒 來進行某一些操作 那我們就可以用Preiodical的方式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CounterTimer裡面定義的Register 那分別顯示在右邊的這些表格裡面 那它有對應的Address 那在這一些Register的定義裡面 我們也可以在CounterTimer裡面的DefineS.h跟CSR找到對應的定義 那接下來我們來針對這些Register來做進一步的描述 第一個是loadRegister 那這個Register是用於One-Shot Mode 也就是當你使用One-Shot Mode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將初始詞填到這個load的Register 然後當我們把TimerEnable之後 然後Design會將這個load的Register 把它load到這個TimerValue裡面 那由這個TimerValue進行Timer的Counter過程 那reload的部分就是它是使用在Periodical的這個模式 然後當它的操作也跟load的雷同 所以我們當初始值設定到這個Register之後 那當Timer去Enable的時候 那此時就會將這個reloadRegister裡面的值 把它load到Value 然後進行Timer的Counter過程 那這兩個 這兩個隸屬不同的模式 那其實它們之間是互次的 所以因此當你設 你要採用One-Shot模式的時候 那就 設loadRegister 那reload這邊就把它填為0 那如果你要使用Periodical模式的時候 我們就將load的填為0 然後將初始值設定到reloadRegister裡 那e-endregister這個就是Timer的Enable 那設為1就開始Timer的技術 那updateValue的話 這邊的意思是 就是當我們把值填到這個register的時候 那這時候就 然後 Design就會將這個 內容 然後寫到Value這個register 那ValueRegister這個就剛剛提到的 這是 Design用來做Countdown的 所使用的register 所使用的register ok 然後底下這三個register是用於 在 interrupt的一些操作的時候 可以去使用的register 那這個Status的話 那這個Status的話 就是 當 前面這邊設定 當Timer啟動 然後Countdown到0的時候 這個StatusRegister 它就會舉為1 然後Pending Pending的用途是 呃 當你想要去清除 這個Status的時候 我們就將這個PendingRegister寫1之後 那這個部分就會把 Status 這個register 把它清為0 就是ClearStatus的操作 那這個Enable是 你想要去啟動這個 Event的時候 也就是說你希望它 去發出 當這個Status 為 舉起來的時候 想要去 發送 interrupt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 這個Enable 去設置起來 那當然後面 就必須要有 呃 在 分位裡面 要提供 對應的一些 ISR去 去 處理 當 Interrupt 發生之後 所需要的 一些 行為 那接下來 在這個 投影片裡面 是要介紹 呃 如何去使用 這個Countdown Timer 如何去操作 那剛剛其實也有提到 就是在one shot mode的時候 呃 它的整個 整個 設置的 步驟如下 那第一個是先將 Timer Disable 然後去設 將這個 將這個初始值 設到 Load Register 然後去Enable Timer 那這時候 就會開始 去做 將Load Register Value 然後 載 載到那個 Value Register 然後就開始 進行Countdown的動作 然後一直 技術到0 然後這整個 動作就結束 那如果你要使用這個 Periodical的模式的時候 那 在 分位這一邊 所需要做的動作 首先要先 Disable Timer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 Periodical 跟one shot的 模式是互次 所以當你要使用 Periodical模式的時候 必須要先把 one shot對應的 Load Register 設為0 然後去將 你的初始值 Timer的初始值 設到 Reload Register 然後接著 就把 Timer Enable 那就會開始 啟動 Periodical模式的 Timer技術 那在這兩種模式底下 那在這兩種模式底下 其實可以用 Interrupt的方式去進行操作 或者是 呃 用Polling的方式去 去看對應的 去看對應的 Value的改變情況 那或者是用Status來進行操作 那接下來這一個是 Countdown timer的一個例子 那我這邊就是 呃 透過這個分位 在分 在這個 Counter LA.C裡面 分別對這兩個模式進行操作 然後 然後 所 所抓取 對應的 waveform 然後來證明這整個 運作的情況是否如預期 那右邊這一個是 呃 Sample Code 就是我在 Counter LA.C這個分位裡面說 對應的Register的設定 那如同剛剛上一張的投影片 我們就可以看到 當我們要 啟動One Shot模式的時候 然後第一個 將Timer Disable 那接下來把初始值設定 到LoadRegister 然後再來EnableTimer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對應的 waveform上面 這一個是Enable 那這一個是設定初始值 那當初始值設定後 TimerEnable之後 然後 這時候Design就會將這個 初始值設到ValueRegister 然後 而且進行 Sorry 進行 Countdown的動作 然後一直到零 那這時候到零的時候 對應的那個Status就會舉起來 然後完成這一次的技術工作 那其實我們可以來放大來看的話 在下一張這個 waveform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倒數的過程 然後一直到零 那零的時候 這時候Status就會舉起 那對應下面這一邊是 Periodical模式的操作過程 那同樣 將底下這些 Programming Sequence 放到這份位裡面 然後去執行 然後所觀察出來的 waveform 然後把它結錄下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 一開始這邊會進行Disable的Timer 然後接下來把LoadRegister設為0 然後再來是把Periodical設定初始值 然後再EnableTimer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ReloadRegister這邊 就會設定 300H 那TimerEnable之後 就會開始進行 倒數 然後當它 當它Countdown到0的時候 這時候Status會舉起來 然後接著會再進行 初始值的Reload 那繼續進行倒數 那一直在重複這個過程 那其實我們可以來放大 這個部分的微風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倒數的過程 然後一直到0 然後接著會再Reload 這個初始值 然後再進行計數 那右邊這一邊的 這一邊的操作是對應著 上一張的Programming Sequence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些 Register的定義 就在前面有提到 在Define S.H 跟CSR.H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對應的 Register的 Wave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 UR的部分 那UR這邊 它是一個 常用的 interface 那其實它是一個 serial的 串 串列傳輸的方式 那其實它是一個 一對一的 連接 的模式 那其實整個連接的模式 我們可以看到這圖上 圖上的例子 那 這個interface的兩端 就透過這個UR的interface 來做連接 那一端的TX 會接到另外一端的RX 所以整個 整個資訊就會透過TX 傳送到對端的RX 那 這一端的RX 就會連接到另外一端的TX 那 形成這樣子的資料 傳輸的過程 OK 那在UR這邊 其實常用的 就會是用來 用作Debugging的過程 那我們常用 其實在 稍後的例子來說 就我們可以透過 分位裡面去 去 呃 對register去 填入對應的資料 那可以透過TX 傳送到 呃 接收端 那我們就會看到 在這個Buzz上面的 呃 一些運作的情況 那我們下面 接下來這邊 呃 接下來這邊來說明一下 這個 這個運作的原理 那它的Protocol 的Format 如下 那 在這個 UR的Protocol 裡面 它一個完整的傳送 單位稱為一個frame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 這就是一個完整的 完整的frame 這邊 那當 這一根PIN 在IDLE的時候 在IDLE的時候 這一根PIN的 電壓會是1 然後當它開始起始 一個Transaction的時候 在這個Format裡面 總共分成四個區塊 那第一個區塊 那第一個區塊 是Starbit 也就是 開始 這個 這個資料傳輸 那接下來是 DATA的區域 那DATA區域會從 最低有效位元 開始傳送 一直到 最後是最高有效位元 那接下來會是 呃 同位位元 那最後 這一部分就是 停止位元 然後 假設沒有其他的傳輸的話 那就會再一次回到IDLE 那其實它是 這個UR的全名 叫做通用的 非同步的 接收傳送器 所以 因為它其實 只透過一根PIN 就會進行這個資料傳輸 因此 它在傳送前 它其實沒有 沒有一些資訊可以 互相 告知 所以在 在傳送之前 我們必須要 預先設定 在 interface的兩端 要說好 這些 該有的一些 呃 參數 也就是它 相對應的一些設定 像包含 這些format的 的內容 都必須要 sync 否則 當傳送端 傳送出去之後 接收端 是無法正確解讀 它想要傳送的內容 那其實相關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 資訊 參數 如同下面這幾個部分 那 包含就是 電壓轉位 那另外一個是 包瑞 那包 所謂包瑞 就是 它在這個 傳輸裡面 每一秒 可以傳送 多少的 bit 數量 那一般來說 呃 在calvo裡面 它是固定是在 9600 那其實我們可以去換算說 呃 每秒 9600的bit 那換算 每一個bit 就是 需要 104.2的microsecond 那 那 接下來就是 剛剛提到的就是 parity bit 呃 在這個format裡面 有四個 呃 有一些 參數 那其實這些參數 事實上 是可以 呃 是可以選擇的 那 比如說 parity 可以選擇 要不要傳送 那是0到1個bit 然後 data size的話 是5到8個bit 然後 stop bit的話 是1到2個bit 然後 甚至 假設有更複雜的一些 呃 在這個 UR的interface 最簡單的 就是 透過 TXRX 那事實上 呃 在更複雜的一些 傳送的 介面裡面 它還有一些 呃 Flow Control的機制 那在這 Flow Control的機制 呃 呃 呃 有硬體的 有軟體的 那硬體就 需要其他的 其他的訊號線 來做 做這些 達到這些 控制的 目的 那這個部分 我們在這邊 就不多說 那如果有需要 進一步 去瞭解的話 可以 呃 去搜尋網站的 一些訊息 其實是蠻多的 那其實在 Careful SoC裡面 它其實 在這些參數 它已經是 固定下來 是沒有辦法 更改的 那 Databit 是 8bit 其實這也是常用的 資料寬度 然後Pelty 是0 然後Starbit 是1 OK 然後 剛剛提到 就是 呃 包瑞這邊 是固定在 9600 OK 那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在Careful裡面 這個UR 它是支援 TX跟RX 那這邊 呃 我們會看到 它在 位在 在PAD上面的 對應的PIN 那其實 這兩根PIN 其實會跟 呃 GPIO 是做PIN MAX 那當然 同一時間運作 當你選擇 TX、RX的UR 來使用的時候 那這時候 就不能拿來 當成 GPIO 來 的 這個用途 來使用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其實位在 這個 紅色框框的位置 那這邊的操作 會是由 分位這邊 然後 透過 WISHBON 的BUS 然後去 對 UR 進行 Register的一些操作 那這邊 就會透過 呃 跟GPIO 共用的PIN 然後出去 或者是 RX 就是從這邊進來 好 那接下來 我們來介紹一下 UR這邊 呃 Design裡面的 對應的一些 Register 那 我們可以看到 右邊的這個 表格 是 它 它所有的 Register的 列表 OK 那其實 跟剛剛的 Timer 有一些 有一些 類似像 Status Pending Enable 這個部分 那其實它本身 是透過 UR RX TX 這個是所謂的 Data Register 那我們可以透過 它 當讀這個 Register的時候 就是去讀 RX 進來的資料 當寫這個 Register的時候 就是 把資料寫到這個 Register 然後透過TX 傳送出去 那這邊 這邊就會有提到 就是 當你去寫這個 直到 這個Data Register的時候 它是立即 就會 進行 透過這個 TX 這根PIN 傳送出去 那 這個 Design裡面 是沒有FIFO 所以必須要等到 這個 資源 傳送出去 我們才可以 再傳送 下一個 那其實 等一下 會有一個例子 去 說明 這些 操作的 過程 然後 接下來是 URTX 的 副 那這邊 的意思 是說 當TX這邊 還有 還有 資源還沒有傳完 那這個 這個Register 就會 還會舉E 所以你要一直去Polling它 當它為0的時候 表示 就是 資源已經傳送完畢 可以 接下來傳送下一個 那這邊 那這邊 的意思是說 RX這邊的 有沒有 資料傳送進來 那如果 它是Empty 就代表 代表目前是沒有資料了 那如果 不為0 就表示 它是唯一 那就有資料進來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讀取進來 那這邊 接下來這三個Register 就跟剛剛 Timer 是類似的 那這個是 Status 那這邊 會有兩個bit 一個bit 是for TX 一個bit 是for RX 那這個在文件上面 也會去說明到 然後 Pending 就是用來去 Clear Status 然後 這就是 Enable bit 指的是說 這個 Event 要不要去產生 Interrupt 那後面 這邊是指的說 這個 跟它 其實 反向 就是 TX 現在是不是 空了 然後 RX 現在是不是 有資料 附和 然後 這個指的是 UR的 Enable 所以 在 傳送之前 這個必須要設為 1 才可以 UR才可以正常運作 那當然 這些Register 被 同樣 是Define 在 Define S.H 跟 CSR.H 都可以看到 對應的 一些定義 好 那接下來 這個 就是 一樣 我在 Counter LA 這個分位裡面 去對這些 Register 進行操作 然後 並且 將 對應的 waveform 結錄出來 來 去證明 這整個 操作過程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Counter Timer 這邊一開始 會對 UR Enable 那其實 也就是剛剛 上一個 投影片 提到的 Enable Bit 那這必須要設為 1 那接下來 我就去 呃 就是 PUT Character 就是 將 字元丟出 那我分別丟出 字元 1 跟 0 那它 對應的 ASCII的碼 就是 31跟30 那等一下 就可以去看一下 威鳳的內容 來做證實 那其實這邊 它會呼叫到 就是 stub.c 這支 file 那這邊就在處理 這個 字元的處理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是在沒有FIFO的情況下 那 會先確認說 TX 現在是不是 滿的 那如果滿的話 它會一直等待 一直到 微零的時候 才會去放下一個 字元 那我們就可以從下面這個Wavephone來做 來做說明 那這邊就是 UI Enable 那接下來 就會將這個 字元 1 剛剛講ASCII 這邊會丟出ASCII的碼 那1 是31 那它就會從 剛剛的 剛剛有提到 就是 1那個Format來進行 呃 逐1 把 從 LSB開始傳送 所以 一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 TX這根 訊號 idle的時候 是 1 然後接下來 開始傳送的時候 會是 這 Stabbit 會為0 那接下來 就會把 最低 有效位元 現在 bit0 是1 所以這時候會1 那接下來是 0 0 然後再來是 11 0 0 所以我們可以 倒著看過來 就是 0011 0 001 就是 31的值 那接下來 因為 Calvo裡面沒有 parity 那接下來就是 一個 Stabbit 一個bit 那接下來 會再送 下一個字元出去 30 30 以此類推 好 那我這邊 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 謝謝 十分 謝謝 全會 一切 三明星 穢磊 集合 小羊 超 5 7 寸 太陽